哎 好开心啊 哇太帅了 我一直想要一个皮卡 然后狗就放在后面 在约旦线上敞篷皮卡的初体验 上世纪的很多故事里 这种车总和行走天涯的人物同况出现 带着一只走向未知 像现在这样 知道目的地是哪 却不知道即将要面对什么 也许这就是对于我来说旅行的意义吧 不知道是否每个旅行者 都会看到这种日出 太阳的光芒 温柔却又强大 落在一片有人居住的沙漠中 世界上最宝贝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在最后给地球的日出一个镜头吧 瓦迪拉姆位于约旦南部 面积约740平方公里 哇 现在我们在地球上最小火星的地方 上这皮卡上 因褚红色的沙漠 临旋的奇山风貌 首先被地理学家注意到 又吸引了诸如《变形金刚2》 火星救援等巨制电影《前来取景》 瓦迪拉姆这四个字 在阿拉伯语中是月亮谷的意思 唉 这是谁火蹭谁的热度啊 20年月亮谷 20年后现在又叫火星谷 随着人类对太空认知的拓宽 这里可能会碰瓷更多的星球 我就在此立了一个不成熟的小小flag 马克达蒙应该是坐在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然后之后是这样的 这样的姿势 也许我跟马特达蒙做的是同一块石头 这里可是男主等待救援的地方 搭配一个急切盼望回到地球的心情 有没有火星救援的同款呀 拍完马特达蒙的同款COS 算是达成了此行最大的一个心愿 这是我们到火星的第121天 刚才不错 我不错 你的同推 幸不幸 其实你并没有转心 不搞你的 你没有转轧 不要爱你的360度 对 不要整个360度 转头 哦 哈哈哈 再来再来再来 180而已 哎 哈哈哈 一看他就会转 瓦迪拉姆的网红泡泡酒店 透明的豪华露营帐篷 晚上躺在里面看星空肯定贼爽 可惜 呃 我们订的太晚了 没有订到 也由此可见 这个酒店的火爆程度啊 所以呢 我们在抵达的当天晚上 只好把房间里的床 搬到院子里来过一把 枕腥入眠的瘾了 孔子 med 哎呦 我当时火都会惊ement 鞋 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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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要爆個出口出來